西伯来书第一章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制大者的右边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恨物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由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 又说 主啊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墨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小利吗 西伯来书第二章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扶在他的脚下 既叫万物都扶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扶他的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扶他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位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何宜的 因那使人成圣的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耻 说 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送养你 又说 我要依赖他 又说 看哪 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往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西伯来书第三章 同盟天招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视我 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 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 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 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启示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西伯来书第四章 我们既蒙留下 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 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得以进入那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 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 从创世以来 已经成全了 论到第七日 有一处说 到第七日 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 他们断 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进安息的人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 因为不信从 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 就在大卫的书上 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 享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 跌倒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能辨明 并且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 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时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的来到十恩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西伯来书第五章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自取 唯要蒙神所招 像亚伦一样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 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既得已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称他为大祭司 论到麦基喜德 我们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令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习练的通达 就能奔变好歹了 西伯来书第六章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书 呵护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吉利 必被废弃 尽于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虽是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 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 和你们为他名 所显得爱心 就是先前伺候圣徒 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 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 凭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 可以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 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人都是指着 比自己大的启示 并且以启示为实据 了结各样的争论 照样 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 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就启示为证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绝不能说谎 好像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这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又牢靠 且通入漫内 做先锋的耶稣 既照着迈基喜德的等次 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就为我们进入漫内 西伯来书第七章 这迈基喜德就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 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 取十分之一给他 他头一个名翻出来 就是仁义王 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无父 无母 无族仆 无生之始 无命之中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你们想一想 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 取十分之一给他 这人是何等尊贵呢 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 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 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 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 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独有麦基喜德 不与他们同谱 到收那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 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 这是博布岛的礼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 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 有为他做见证的说 他是活的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 也是借着亚伯拉罕 那了十分之一 因为麦基喜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 受律法 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 有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 找麦基喜德的等次 不照亚伦的等次呢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 本属别的支派 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 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麦基喜德的样式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 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他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意 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着指望 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再者 耶稣为祭司 并不是不起事力的 至于那些祭司 原不是起事力的 只有耶稣是起事力的 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 主起了事绝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既是起事力的 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宝 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 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 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像这样圣洁 无邪恶 无玷污 远离罪人 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 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西伯来书 第八章 我们所讲的是 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在圣所 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 这帐幕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 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 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 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 他们供奉的是 本是天上士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 蒙神警戒他说 你要谨慎 做各样的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认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力的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 说 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 但那渐就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西伯来书 第九章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因为有预备的账目 头一层叫做圣锁 里面有灯台 桌子和陈设饼 第二曼子后又有一层账目 叫做至圣锁 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成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牙的帐 并两块约板 柜上面有荣耀基禄伯的影照着十恩座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 众祭司就尝进头一层账目 行拜神的礼 至于第二层账目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 没有不带着血 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圣灵用词指明 头一层账目仍存的时候 进入至圣锁的路还未显明 那头一层账目 做现金的一个表样 所献的礼物和祭物 就这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些事连那饮食和珠般洗浊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卑的账目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锁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并母牛犊的灰 洒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教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次献给神 他的血 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为此 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既然受死赎了人 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便叫甭招之人 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凡有一命 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 因为人死了 一命才有效力 若留一命的上在 那一命还有用处吗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写力的 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 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 就拿猪红色绒和牛西草 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 洒在书上 又洒在众百姓身上 说 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位的凭据 他又照样把血 洒在帐木和各样器皿上 按照律法 防务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 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 向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 进入圣所 如果这样 他从创世以来 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 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西伯来书第十章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而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线一样的祭物 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 献祭的事 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 良心既被洁净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 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烦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烦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都是按照律法线的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 它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 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 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仇敌 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写在他们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和他们的过犯 这些罪过计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弟兄们 我们借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子经过 这慢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 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 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我们 所承认的指望 不置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计就再没有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 和那烧灭重敌人的烈火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 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作平常 又泄满施恩的圣灵 你们想 他要受的刑罚 该怎样加重呢 因为我们知道 谁说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你们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毁谤 遭患难 成了戏警 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 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体恤了 那些被捆锁的人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 并不迟延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亚伯因这信 献祭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以诺因这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挪亚因这信 既蒙神只是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亚伯拉罕因这信 蒙昭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这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因这信连撒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以撒因着信 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雅各因着信 临死的时候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 扶着帐头敬拜神 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 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 就守逾越节 行洒血的礼 免得纳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甘地 埃及人试着要过去 就被吞灭了 以色列人因着信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城墙就倒塌了 妓女拉河因着信 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 一同灭亡 我又何必再说呢 若要一一细说 基甸 巴拉 参孙 耶弗塔 大魏 撒姆尔和众先知的事 时候就不够了 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猛士 脱了刀剑的锋刃 软弱便为刚强 征战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忍受严刑 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 捆锁 监禁 各等的磨炼 被石头打死 被锯锯死 手试探 被刀杀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 各处奔跑 受穷乏 患难 苦害 在旷野 山岭 山洞 地穴 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都是因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 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回心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 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我儿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 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再者 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生生的父都是赞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致歪脚 反得痊愈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 如以扫的 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想要承受 父所住的福 竟被弃绝 虽然豪哭切求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 此山有火焰 蜜云 黑暗 暴风 叫声与说话的声音 那些听见这声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 说 靠近这山的 即便是走兽 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 我甚是恐惧战惊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明露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中宝耶稣 以及所撒的血 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抹去 是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西伯来书第十三章 你们勿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和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你们存心不可谈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从前引导你们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 勾引了去 因为人心靠恩德兼顾 才是好的 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 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我们有一祭坛 上面的祭物 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 不可同吃的 原来牲畜的血 被大祭司带入圣所 做赎罪祭 牲畜的身子 被烧在营外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们在这里 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送葬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 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 行善和捐输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要依从 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 有快乐 不致忧愁 若忧愁 就与你们无异了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 愿以凡事按正道而行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 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永约之血 使群阳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 行他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们 我略略写信给你们 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你们该知道 我们的兄弟提摩泰已经释放了 他若快来 我必同他去见你们 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 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 愿恩惠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